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13号我们MCO 然后星期二我们就遇到了马来西亚也没有见过的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对不起 不是没有见过 是我们最近几十年出生的人都没有见过全国性的紧急状态的 今天我在网上面当然要看一看 到底是大家怎么解读全国的紧急状态的事情 那大家都提到一个1969年我们不是很想回忆起的那个年份 以及那个特别的日期 所以那个事件是全国性的这个紧急状态 到现在已经是超过60年了 对吗 所以我们这边现在这个紧急状态 股市却没有什么反应 今天早上宣布的紧急状态 股市跌了一下子 然后下午反而是很多股票开始回升了 尤其是上个星期大跌的很多股票 这个星期 这个就是今天下午也是有回升了 所以看来我们的股市对这个紧急状态 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抛售 因为股市呢最担心的就是出现一些没有见过的东西嘛 对吧 增加这个不确定性 但是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这个紧急状态呢 主要是针对他讲的是经济方面的紧急状态 但其实我看到的一些比较关注时事新闻方面的朋友 我们的学员的这个看法呢 就是其实MCO本身 MCO本身已经是一种紧急状态来的了 so在今天公布的这个全国紧急状态的相关联的措施 是没有比得上MCO对我们的经济活动的影响的 对吧 反而是这个全国紧急状态对政治方面的就政局稳定 so大家担心的会不会突然间又变天啊 或者说担心突然间宣布大选啊 闪电大选啊 而且而且还要在现在疫情这么紧张的时候 再来图添一些政治的不确定性 对吗 so国家需要领导人 我们抗议也需要有人指挥 对吗 so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那些变局 大家就会更加的 马来西亚人就更加的觉得 我们不想看到这个东西啊 so这个紧急状态我觉得是 在我们现在比较需要面对疫情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啊 或者说是我目前的我的个人的看法是 控制疫情比较重要先啊 因为今天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300位了 对不对 so这个的确是令人越来越担心 因为因为我本身住在PJ的地区 我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听到身边的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 有出现确诊的情况 so这个确诊的 这个这个疫情的严重性 的确是越来越紧张啊 我不知道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 你们怎么样 在 雪兰儿在PJ这边是有这种情况的啊 所以令人担心啊 令人担心大家也是要多加保重 好 那就那个紧急状态方面的影响不是很大 我们就回来看回这个MCO2.0版本 那现在这个MCO2.0版本呢 大家第一时间转发转发的那些 中文的解读 英文的解读 对不对 都是 其实没有令到我们 产生比去年第一次看到MCO的时候的那种担心 对吗 so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甚至我刚提醒大家的 这个为什么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 主要是担心大家这个抗疫疲劳了 对吗 就是啊 抗疫抗疫防疫防疫都讲到有点险了 然后就容易掉以轻心 又或者是疫苗都差不多要来了 对吗 我们这个星期最新的消息也是 我们的马来西亚政府也跟Pfizer定了这个疫苗啊 要在今年的二月尾对吗 还是这个二月中啊 我忘记了 就会有疫苗来到我们马来西亚这一边 so不要因为很快就可能看到疫苗 然后又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还是在一个非常时期啊 对不起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就不聊这些啰啰嗦嗦的东西了啊 还是回来我们讲回 紧接着我之前 其实就是星期天刚刚两天前给大家 对于这个MCO2.0如果发生了之后 我们在股市里面 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的继续的讲解 因为当时候我们还没有确定的看到MCO2.0 现在我们看到了 虽然只是马来西亚的某些周熟 对不对 但是中这个MCO地区的周熟的经济活动 是比较重要的 对不对啊 是对我们全国的经济 这个增长率是比较 贡献比较大的地区来的 好 在我们股市投资者方面呢 我们从综合指数上面 我们直接就谈一谈这个策略跟部署 我觉得我需要给大家提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推出一些结论 推论 然后呢我们可能会用到最少的举例子 我们会最少用到四个例子 这四个例子呢都跟这个疫情的服输有关系 然后他们是来自不同的行业的 所以跟服输有关系的这个行业 跟个别公司我们举例 举例并不是叫大家去买啊 所以因为我们所有的案例的讲解呢 都是为了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样在决策上面 可以做一些比较理性的决定 比较有质量的决策 所以大家明白的 然后我们也可能可以再举更加多的 关于这些受惠的受带动的这个股票 或者个别公司或者是行业 好 我来试一下 换一换我的屏幕先啊 这个是我们的综合指数 在这个地方呢 同学们就看到我放了两条的这个红色的垂直线 highlight了两个综合指数的低点 OK 我们来看一看啊 关于这个部署的方面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画一画这个情况 首先是综合指数 那我们再看多一次啊 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2020年 2020年开头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1600点左右的位置 然后2020年的3月份呢 我们就大跌跌到1250点以下啊 这个地方的下跌是非常非常凶的 然后我们就回升 这个第一条红线 注意各位同学 第一条红线就是3月18号 我们第一次的行动管制 第一次的行动管制 OK 然后呢 我们在10月尾11月头 去年的10月尾11月头呢 我们有第二个低点 这个就是第二条红线 为什么会有第二个低点呢 因为我们再度出现了沙巴州那边的疫情 可以说是第二轮的疫情 现在呢 是第三轮的疫情 弄到我们已经宣布了行动管制 我们也画一条 星期一宣布行动管制的 我们在1600点 OK 所以这里有三个位置啊 三个位置 那么我们担心这个疫情呢 其实就是在1月第一个星期呢 我们的综合指数是跌破了1600点的 跌破了1600点 所以我们在1600点附近 这个第三条红线 第二条红线呢 是在1500点附近 1500点附近啊 so 好 这里面我们有三个地点 我们也要将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也需要将这个时间点呢 将它表达出来先啊 我们现在看到综合指数呢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从1600点对吗 1600点的这个水平 到现在啊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这个 对不起 不是很大 不是很好看 应该是这样子 好 啊 我们在2020年 我们在2020年 3月 有一个低点 然后11月 10到11月 有另外一个低点 然后到现在呢 我们是1月 2021年 所以这个是我们想 highlight的三个位置 现在出现的这个地方啊 1 2 3 综合指数来讲呢 是整体是向上走的啊 就是一个低点 比一个低点来的高 呃 考虑部署的一些股票呢 来作为对比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的一些个别股票出现的情况 个别股票 所出现的一些情况呢 这个是KLCI 我们看到一些个股 当然是受疫情影响的股票 他们也是掉下来 2020年3月份一个低点 然后之后 在10月份的时候 再来一个低点 然后呢 有一些呢 现在 再来多一个低点 有一些呢 现在 没有那么低 出现了这个情况 so 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时间点 哎呀 画得不是很好看啊 我们对准一点啊 好 这样子 有一些股票呢 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个股啊 so 个股里面呢 我们也会有A 跟B 两种 那为什么 呃 我们讲这种个股是 受拖累 受影响的行业 也就是说 他们也有 第一个低点 第二个低点 跟第三个低点 可能是两种位置啊 一 二 三 三A 啊 这个是3B啊 这个是3A 啊 这个是3B啊 这个是3A 情况 对不起 对不起 在第二个低点 也就是说去年的10月 11月头的时候呢 呃 因为疫苗的出现 疫苗面试了 所以我们的股市呢 就出现了第一波的强劲的 扶苏行情的走势 是以年尾啊 当时候年尾 刚好是11月到12月 就以成分股为主带动的哦 银行股 还有一些蓝筹类的股票啊 包括呃 云顶啊 对不对 云顶大马 这些股票呢 通通都在去年的11月到12月 明显的回升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有很多投资者呢 就讲 哎呀 扶苏的那个速度 还有幅度太快太猛了 走机了 对不对 啊 走该哦 那这一个就是 呃 很多投资者在去年 刚刚结束的2020年的 第四季度呢 比较按锤的 啊 因为呢 因为 第四季度 手套股又一直在跌 哦 对吗 在马股里面的明星板块 呃 这个手套股 还有 还有医药 对吗 医疗物之类的股票 都在第四季度呢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这个回落 那 有些人又没有捉到这个 扶苏概念的一些股票 那结果他们就觉得啊 好像 呃 两边都挨了巴掌的这个情况 说好了 现在呢 这个情形有点改变了 现在来讲呢 就跟第四季度的情况有点变化了 大家看到这个呃 我们的COVID-19 我们的疫情在这边严重了 然后行动管制 呃 传闻会出现了 手套股又重新有了一些动力 有了一些动力 但呃 能不能够持续是 呃 或者说 或者说呃 能不能够破新高呢 这个是 要继续观察的 呃 但是其他的这些扶苏类的股票呢 却回落下来 对吗 在这个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面 那 会不会是一个机会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的地方 这个是不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年没有部署到这个 扶苏行情的啊 投资者 有机会重新部署呢 这个是今晚的重点啊 抱歉 现在开始陈建老师有点进入状态 哈 所以 呃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就讨论刚刚的三个时间点 啊 当然如果你 你你最漂亮的那个那个情况就是打回原形呢 去年三月份的前期低点 跟十月尾十一月头的第二个低点 那个是双重底部对吗 现在是不是来一个三重底部 如果再来三重底部的话 那 会不会是一个机会了 在这个方 这个提问上面呢 我们先不牵涉到个别股票先啊 为什么我们想提出呢 你看啊 如果疫苗是 有效的 并且能够在2021年 我们顺利的看到这个疫情的回落 受控回落 那么 服辅的行情呢 就确定能够发生了 那么之前 去年十月尾十一月跑的那一轮呢 就是 呃 叫做 提早 投资者的预期 先先推动了股价上升 然后现在发现 哎呀 原来疫情还有这么严重的啊 呃 发生的 到2021年 所以呢 他之后 疫苗生效了 疫情真的受控了 那么 股市里面的服输的板块 才真正的 跑上来 这个东西 是牵涉到 我们的一个假设 疫苗 有效 哪怕现在啊 出现了 好几种的 新冠病毒的变种 都能够 这个疫苗仍然有效 啊 然后 接种的这个速度 产量 都没有问题 然后真的看到 这个疫情受控 才能够成立的啊 当然 之后出现了挑战 接下来再会有的挑战 就是 扶苏的力度 到底 达不达得到预期 这个东西呢 可能要到 第二第三季度 啊 就是第二季度以后 甚至是 要进入下半年 才能够看得到出来的 所以 我在今年的1月1号 也是元旦日的时候呢 为大家特别讲解了 2021年的这个 全年的展望了 呃 我的第一点呢 就是疫情呢 它会可能会有反复 啊 就是大家 一时 觉得没事了 一时又担心会有事啊 一时觉得会服输了 一时又担心服输 没有预期那么的强 股价跑过龙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2021年的一个整体的判断线啊 就很多跟疫情有关系 之前是受惠 或者是之前是受拖累的个别股票行业 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 所以上上下下 也回应了我之前讲到的 2020年呢 我们是三月份来一个大跌 然后之后来一个V型的服输 那现在我们没有大跌的话 你很难看到有 有有另外的 来一个V型的大服输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服输的力度到底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今年啊 投资者要继续观察的 所以也是另外一个潜在的风险啊 现在还没有去到那个风险 现在首先是 疫情能不能够在疫苗的帮助底下 首先受控险 好啊 那这个我们讲清楚了 就举些例子给大家看一看 去年的双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找些例子啊 马后炮的例子啊 已经发生了的例子 我们看看去年的这个三月 跟十月份 十一月份的那个双底是怎么样的 先浮输了的银行板块 银行股 我们来银行股来做做example啊 各位同学 我们仍然是在针对的这个 综合指数跟个股的对比图 来进行这个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